今天我們影片很特別 我們要走向國際 來到瓜地馬拉 我們邀請到了 瓜地馬拉駐台大使秘書Christy 嗨 你好 還有講學精神Maria 你好 大家 跟著我們一起做菜 今天我們要做的這一道菜 叫什麼名字啊 叫做Ceviche de Camarón Ceviche de Camarón 對 檸檬自白相 你們平常會在什麼時候吃這道菜 通常是會在週末 大家小桌一杯啤酒的時候 就會配這道 啤酒還有Ceviche很喜歡 一天酸酸的 對不對 對 我覺得很多人會用啤酒 通常會用啤酒 啤酒是最好的混合 Christy 你之前在瓜地馬拉 你們家裡有在經營一間餐廳 那你在那邊生活了幾年 可以跟我們分享一下 瓜地馬拉料理的特色會是什麼 我在瓜地馬拉生活了11年 他們很多都是用烤的 搭配檸檬的 食物就是以檸檬來煮 或是很多配料 就是要先烤過再去煮 大部分都是會有醬汁的料 比如說很像咖哩那一種東西 可是他們以番茄為主 所以我們今天要用到的菜 也有海鮮也有番茄 也有檸檬 對 所以算是一個非常經典的一道 對 OK 好 Let's get started 第一步 去殼 在一開始我以為 Cevice它會是有點像是酸熟的方式 也可以 但是我覺得 也有不同的方式 好像你們這些地方 很多人在家 在家自家 各家家都會有不同的菜式 and my mother sometimes she put ketchup and it's really good so it depends on your taste what you like today we prepared woshishay sauce yeah i think that's the common one the go-to? yeah guatemalan ceviche is kind of brown it's different from the Peruvian or another place because they will put worcester sauce or soy sauce too you know one thing i noticed when i saw this recipe the acid is a lot in taiwan people doesn't eat as sour as the the recipe so i think there's one difference have you ever tried lemon pepper shrimp oh yeah like in the night markets they have a lot right yeah it's really good i like it but uh yeah it's different very different right yeah of course what makes us unique as a country because we have different recipes but it's good to learn other recipes from other countries so we can have different tastes of the world yeah that's right 我们剥好的话 我们就要拿用刀子来去藏泥 yeah 好了 虾壳处理完之后prissy要来示范去藏泥的方法 下面有一个 上面也会有一个 所以通常我们下面会先小心手割到 我们先把它割开 割开之后我们就 先把这个虾泥拔掉 拿上面的 也有 也有 所以我们也要把它割开 处理它的虾米 好 就这样子 好了 我们台湾只会 弄上面的 就是挑起来 他们会下面跟上面都要 对啊都要 哦 干净 干净利落 今天呢我们除了虾子以外呢 我们还会用到洋葱 番茄 西芹 薄荷 还有香菜 然后最后一个是柠檬 我们今天准备了非常多的柠檬 那现在在这个阶段呢 我们要来我们第一道 Fun Fact 小芝士 在台湾我们常常用的调味料 叫做沙茶酱 你知道吗 沙茶酱 不是 我知道 你知道吗 我们用它在烤锅里 我们用它在BBQ 我们用它在各种各种 还有虾 所以它是在台湾的锅里吗 对 你可以说的 不同的餐厅使用不同的菜式 但是他们常常用沙茶酱 作为一个基础 对 那很棒 我们可以试试 接下来再加一些 去的西芝士 我们看看它看起来 好 我们差不多完成了 通常他们那一边有时候 他们会用柠檬直接去煮 或是有时候他们因为安全的考虑 他们会先汆烫一下 所以喜欢吃生的话 其实我们在台湾也有非常多 很棒的海鲜来源 那只要你是确定是生食级没有问题的话 你其实可以略过汆烫这个步骤 虾子现在已经完全去完肠泥 把它丢进热水里面 汆烫一下 汆烫 一点一点 蹦 好 OK 所以就只是烫一下 完全就只是个杀菌的概念 Maria is very nervous 因为我会太久 OK 那我会冲一下冷水 OK 现在虾子已经烫完了 我们现在要加柠檬开始要酸煮它 就是破坏它的纖维 用酸来破坏煮熟它的纖维 因为有时候我们没有挤柠檬的工具的时候 我们就用汤匙 给它叉下去 你就可以这样子 比较快 比较快 我习惯的是叉子 OK 都可以 也是一样 刚才我有看到 Maria她在准备柠檬盒 还有像这样子 把它稍微给她一个massage 按摩一下 对啊 比较好挤 通常我们在酸煮要盖过虾子 我们也要有时间让它去煮 所以通常都会今天弄了隔天 才要去准备加番茄啊这些东西 你有试过臭豆腐吗 臭豆腐还好 台湾人们有一个普通的问题 所以他们说 你好 你好 下边 你 你国家在哪里 瓜地马拉在哪里 所以我说 瓜地马拉在中美中 所以他说 啊真的 我不看瓜地马拉人 我觉得他是俄罗斯人 所以我说 不是 我是瓜地马拉人 这是第一个普通的问题 然后第二个问题 你塞台湾图书吗 然后第三个问题 是 你喜欢豆腐吗 对 他们有三个普通的问题 那我们要让它浸泡一下 我明白 你还有一个特别的材料 要加 对 乌丝特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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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或什么我们叫在台湾 梅林醋 乌丝特醋 它是一个必须的 味道 对 我们现在要加乌丝特醋 乌丝特醋 两碗 你爸 这样子的时候 我们拿去冰镇 通常我们都是一个晚上 所以这个呢 我们现在就把它放进冰箱 让它慢慢的用酸去烹煮它 然后直到它生的那个颜色不见 接下来 我们要把蔬菜切丁 我们有番茄 洋葱 薄荷叶跟香菜 这种 我们通常只用叶子 现在我们蔬菜在备料的过程呢 Krissy要来分享瓜地马拉的小风法 它们家家户户户 会有一样的东西 是它们每一家都会有的 就是 鸡汤粉 鸡汤粉 糖底也好 或是就是做一些蘸酱也好 或是来腌肉也好 今天Maria 它有一个洋葱切法 是它们很 我刚刚没看过这个洋葱 我从来没有看到这种方法 切薄薄 因为它们有时候刀子比较小 它们有时候没有那么大的刀子的时候 它们就是把它 先直接在洋葱上先切丁 哦好酷哦 切完之后 它才用 斤子 它丁状就出来了 这个我没有试过 我要试试看 Maria可能在台湾 她有住5年了嘛 对不对 对 所以家乡味道 我有干贝肉 就是炸鸡 我有干贝肉 连锁店 就很像Kentucky Fried Chicken 那样的一个连锁店 Los Pueños Hermanos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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K OK 这边也有一个绝命图式粉 OK 不是不是 不是不是 Los Pueños Camperos 是很有名的 非常好吃 真的啊 因为是 它们又是 Camperitos 很好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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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有顶呱呱 你上飞机 那整个飞机就是炸鸡的味道 他们买 Guatimala Pueños Camperos 去美国 味道不一样 对对对 因为不一样 其实我有吃过 Pueños Camperos 跟我们台湾的香气盘 所有鹽酥鸡 是有点不一样的原因 可能它那边的味道 比较重一点 也比较咸 我们台湾的可能皮 有时候会抹的比较多 Pueños Camperos 它就是一个 你们在瓜里马拉 非常有名的一个素食店 对啊 QQ是甜的 QQ QQ like line Q for waiting for the boil it's long line 啊 白对 想说什么是QQ Hong Kong的朋友 他们秀Q 所以我觉得在台湾 也有秀Q 还有现在我 他们不要 QQ 它差不多 好 好蔬菜现在已经处理完了 这一份呢是我昨天 先做好的虾 那这样我们把它组合起来 就可以变成Servicci All of it It's done 我就是很好吃 有個跟你放到Wilchester sauce More? Yep 再多一點無私特殊 可以吃吃看 可以吃吃看 Can we add fruit inside? No Like pineapple? No? N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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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s it in salt? Really? 我可以加的就是酪梨 Avocado 對 Which is another fruit 我覺得酪梨可以啊 因為很好吃 嗯哼 In some places they put mango like in Mexico It tastes the flavor 現在這個呢就是剛才Christy提到 如果你覺得這道菜太酸 你可以加一點點番茄汁 它不是只有番茄 它是蔬菜汁 調和汁 對還有8種蔬菜好像是對 菜伊德烏 哇瓜地馬拉人真的很愛這個東西耶 經過了一番努力了 我們這一道 Seviche de Camelon就完成啦 Seviche de Camelon Yeah 試吃時間 他們那邊通常都會加蘇打餅乾 就是鹹餅乾而且比較不油的 我們台灣的蘇打餅乾偏有點甜甜的 我們準備玉米辣 Tortilla Chips The Tortilla是很像他們的那個主食 比如說我們吃米飯 他們是 Tortilla 我們有不同的風格 但是越來越普遍的 越來越普遍的 越來越普遍的 好 我們來試試看吧 好好好 好的 我喜歡吃米飯 好 所以這個是 Guatimala的辣粉 辣粉 對 Guatimala這個名字是 Chile Coanero Chile Coanero 對 所以我喜歡吃米飯 煙燻過或是烤過的那個 Chile 要再磨成粉 所以它只有辣椒而已 就是辣椒粉 我就是Bula 那你很能吃辣 Cheers Cheers 好吃耶 會想要再多吃一點 所以他們會吃這種的 再配啤酒 這真的是非常清爽 如果天氣很熱的話 吃這個就沒錯了 對 對 今天在吃這道菜的同時 其實也聽說了 Gualimala建國兩百週年 Gualimala 今年的話 因為是兩百週年 他們叫做Bicentenario 所以我們才會做了這一大料理 還有咖啡的一些推廣 他們的獨立今天是在9月15號 所以一路過去 我們都會有一些不同的活動 來推廣Gualimala的文化 今天真的是 學到了非常多Gualimala的文化 然後還有一些Switch特別的做法啦 然後一些切洋蔥的方式 我下次要再自己練習一下 蠻有趣的 非常謝謝詠老師提供了這麼棒的場地 也謝謝Christy跟Maria 今天跟我們一起做這道料理 發現 蠻有趣的